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你年纪差不多 可能是风流的太多 所以最近啊 那可不行啊 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又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们说 男人有这种问题应该如何 喂 你们是医生了 你们也不懂啊 这个问题呢 有心理生理两个方面的原因 也可以带你的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 嗨 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你们谈什么谈得这样开心啊 我们再谈一些女孩子不应该听的东西 我这个人最大胆了 没什么不敢听 不敢做的 是吗 干杯 你住在哪里啊 这是什么 对不起 我不能继续下去 为什么 时间还早 不如我送你回酒吧去 也许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陪你 给我 你们快瞧啊 来来来 我不行了 你们自己玩吧 来来来 来 我也不玩了 你们自己玩吧 乖乖乖 自己玩 来 来 来 你怎么那么空闲呢 没有新目标吗 就是嘛 我唐伟博 也是留学生 职业高档 样貌英俊 而且 是啊 是啊 我还见过你穿开裆裤 留着两条鼻涕的样子 好帅好帅的 怎么样 现在女朋友多不多 往往的女朋友当然多了 可是 好啊 我弟弟终于长大了 想认真发展一段感情了 怎么样 姐姐 姐姐能不能帮到你啊 嗯 姐啊 你们女人是不是太过死心眼了 老是想着对方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 不是互相吸引对方吗 嗯 然后就自然而然开始约会 嗯 至于有没有结果 是谁也不能承诺的事 哼 这倒也是 可以说不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 向对方承诺 是一种表态吗 表示你自己呢 有诚意同对方去发展一段关系 而不是一夜情 你真的认为一对情侣 可以保持长久的感情 而且 又不会感觉腻 又不会感觉闷 嗯 其实呢 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是在不断的重复 只要心里感到实在 你就不会觉得闷 不会觉得夜了 是吗 激情呢 很新鲜 但是很短暂 两个人相处呢 是可以发展出一段和谐 而又长久的关系的 但是再和睦地相处之下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我只是平心而论 不是说你和姐夫 我知道 我和两人之间的 是出现了问题 但我们都希望 这种关系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正在努力 但这种付出 是值得的 那 别说我们小时候了 就算是现在啊 爸爸妈妈 偶尔也会吵吵架 和他们不是一样恩爱 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有这一份承诺 他们才能走到 今时今日的 真的 真的不晓得 他们怎么熬过去的 承诺这样东西呢 凭自己去想象 可能会很可怕 但是当你觉得 值得的时候 你就会很乐意 去面对 去承担的 怎么样 要不要试一试 停停停停 叫他停一下 停一下 停 干嘛喊停啊 我觉得 感觉不对 完全表达不出姜月的 这个音乐的原意 还有神韵 完全没有感情啊 我们再来一次吧 好 停停停停停停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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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仁 你说不是这样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具体一点 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一段的感觉呢 应该是很轻 很柔的 不像是弹出来的 是飘出来的 就像是 就像是 羽毛浮在半空中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不起啊 两人 不如我们先吃饭吧 刘云呢 你也休息一下 午餐之后 我们再继续吧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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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伟 你觉得我最近是不是 劳了一点呢 没有啊 你还是一样漂亮 和以前一样 那就是没有什么新鲜的 怎么 你想整容啊 不是啦 家伟 家伟你告诉我 那样人他多久没有碰过我的 你 你怎么无缘无故问这种问题啊 我不是无缘无故问你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国动出了问题 也不知道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你看我好端端一个人 他就是对我没有兴趣 我怀疑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哎呀 你不要整天胡思乱想了 我不是胡思乱想 他 他很久没有碰过我了 哎呀 也许他工作忙没心情 他就是跟你一样 说工作忙压力大 是啊 如果他工作压力大呢 你就要多跟他聊聊天 多体谅他才行啊 我是想过 所以我就希望他回家能够轻松一点 要不然站好了 你陪我一块去买些性感的睡衣 还有那衣 哎 这个不是那个流云月亮的秘密吗 哇 没想到古典音乐也可以成为大热脉哦 是啊 听说肖露比预期的要多 哎 上面写的什么呀 他生命中唯一的男人似乎成了他的秘密 生命并没有遗憾 唯有用音乐相伴追随 这当你买吗 你猜 哼 其实也不用猜了 两人跟永恒他们一定都有 我就觉得奇怪 他们为什么没有想想你的感受呢 月亮的秘密 一个叫月 一个叫亮 根本就是前世注定的孽缘 嘿 你说到哪里去了 只不过是一首音乐嘛 你真的可以当做一点事都没有发生 喂 你不是要买睡衣吗 嗯 瞧你这么多快 好了 我陪你去买啊 是我陪你啊 妈妈 姨姨 容姐呢 容姐在厨房做饭 哦 你们在听音乐啊 嗯 你哥哥的专辑 闷死我了 你们慢慢听吧 我要去我房间打游戏机了 永恒说 月亮的秘密有多好呢 只不过是如此罢了 我去做功课了 我觉得很好听啊 您哥哥还写了很多妈妈的东西 嗯 我知道 那这里写着 您哥哥说你妈妈不但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还很有才华 但是 爸爸又常常说 您哥哥没有写得很深入 没有写出妈妈最感人的一面 是吗 我叫爸爸写 但他不肯 孩子们都睡了 嗯 你怎么样 我再看一会儿 你先睡吧 嗯 听说刘云的专辑第一天问世呢 就大卖 月亮的秘密很受欢迎了 江月 江月已经不在市场了 可是现在还有这么多人 可以听到他的音乐 你有没有看过刘云写的序 写得非常好啊 看过了 写得是不错 只是 只是什么 没什么 我想说 刘云跟江月 认识那么久 当然很了解他了 早点睡吧 你肯定 嗯 是永恒亲口对我说的 还有昨天晚上 看亮人的反应 我可以看得出来 刘云的序文不够情深 亮人比刘云 还要了解江月 我本来想问的 可是话到了嘴边 还是没有勇气问 为什么 你怕 嗯 我怕自找麻烦 知道的乐手 应该越好 你说的没错 这个道理呢 谁都可以明白 不过人是有好奇心的 尤其对方呢 是自己老公外面的女人 我相信每个女人呢 都会想查个明白 探个清楚 想知道又怎么样 其实人都已经死了 所有事情都应该过去了 如果你可以一直这么想 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他跟亮人 是怎么开始的 又是怎么爱上的 他在亮人心目中 又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不想我 我怕自己成熟不起 人就是这么矛盾的 你也别太压抑自己 顺其自然 忍不住了 就问问看 不需要考虑太多 嗯 我知道了 进来 这是医院下柜的物资调配预算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真是谢谢你啊 有你在减轻我好多负担 如果讲专业呢 我比不上你 可是讲行政呢 我一定比你强 看了要签名 好 院长 什么事啊 我教理正好有些急事 需要马上处理 能不能找个医生 顶替我 就一个晚安 这样啊 哎 没问题啊 我可以啊 哎 正好 国动是明天上夜班 那你们两个调换一下 怎么样 不用了 哎 你有事慢慢忙吧 好 明天晚上我继续上夜班 我喜欢上夜班嘛 你不怕纯美投诉啊 哎 我在家里 他不是更烦 好 随便你 嗯 安琪 李 副院长 哎 还是叫我李医生吧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哦 是不是为了白天的事啊 嗯 护士长已经告诉过我 他说 亲号房的病人 暂时不可以喝水 是我的错 我一直没有留意 看见他喝水 也没有阻止 结果他被呛住 是流进了肺枪 引起急性肺炎 他一直昏迷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 如果 病人有什么情况出现 我就会立刻自动辞职 不会让大家难过 李 副院长 哎呦 都说了不要叫我副院长 哎 不可否认 你在工作上是有疏忽 一个护士照顾那么多的病人 工作压力很大 这点每个人都知道的嘛 所以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病人医院都有责任的 你根本不用辞职嘛 可是医院最近要参员 我又犯了那么大的错 还可以留下来吗 哎呀都说了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了 我跟你讲 医院裁员是有标准的 要看个人的成绩啊 工作态度啊 你的工作表现 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跟亮人都认为 如果少了你这种员工 是医院的损失 你没有骗我 怎么我说什么 你都不肯相信的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吗 不是不是 李医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担心说 如果万一病人 他有什么状况发生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病人虽然还没度过危险期 不过呢 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哎 你不用太担心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 又很自责 哎 你在这里哭 还不如打起精神 努力工作 不要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 这才是最好的补救方法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就可以放轻松一点了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短短一个星期 这首《月亮的秘密》在各大电台的点播率都是最高的 真是厉害 听众喜欢听就多播一些给他们听嘛 听到他们满足了够为止啊 对啊 照我说 真正懂音乐的人到底有几个呢 大家最有兴趣的是《月亮秘密》背后的故事 你们说 这秘密的男主角到底是谁啊 肯定不是刘云 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嘛 到底又没有外人 取名叫做《月亮的秘密》 既然是秘密 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咯 你还知道些什么快说嘛 别掉人胃口啊 对啊 告诉你们吧 作诀人江月就是江永恒的母亲 真的假的 从没听家伟说过耶 家仇不可外扬 难道你要他到处跟别人说 说外头有个女人 爱他老公 爱得要生要死 还为他老公做了首曲子吗 那家为老公爱不爱这个江月 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这 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想要知道的话 就去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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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林医生 安琪 是你啊 找我有事吗 送给你的 是什么 你打开来看 送给我 为什么 七号病房的病人已经醒了 烧也退了 我去向他道歉 他竟然跟我说对不起 说是自己不小心的 那跟你送我这个杯子有什么关系啊 要不是你昨天晚上开解我 我恐怕会哭上一个晚上 你说的有道理 事情做错之后呢 自责是没有用的 应该吸取教训 这样啊 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嘛 人有谁不会犯错呢 只要能够吸取教训 错误啊 才会犯的有价值 不然的话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会很惨的 李医生 对不起 对不起 又为什么 医院最近裁员 很多人在背后说你坏话 虽然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但是也不敢反驳他们 再加上最近 你升了副院长 与我和以前不同 我也不敢肯定 你会不会变 所以我 所以你也叫我副院长 不肯叫我李医生 对不对 所以我就送你这个杯子 希望你会喜欢 当然喜欢啦 我已经在杂志上已经看过一次了 本来就想买 可是找不到 啊 它是一套的 一共有五个 我只找到一个 其他的都很难找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啊 不用了 已经很满足了 杯子是用来喝水喝咖啡的 如果不拿来用 那就会失去它作为杯子的意义嘛 如果你送我五个 可是我只有一张嘴巴 只可以用一个 那不是很对不起另外四个 你可以换着用啊 哎 做人不可以太贪心 知足常乐吗 李医生 我觉得你讲的话越来越有哲理了 真的吗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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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 你可破了呀 是你自己不长眼睛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杯子 这 这个杯子 这什么破杯子 你喜欢我买是个送给你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哪里得罪你了 我的账还没有跟你算清楚 你今天为了一个破杯子来骂我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刚才 好 不要跟你吵 你说不想吵就不想吵 我现在心里不舒服 我要跟你吵 你想吵啊 你自己吵 你慢慢吵 喂 喂 你神经病啊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吃水果了 吃水果了 好 谢谢 小乐 谢谢 对了 云哥哥给我们打过电话 说他公司给他举办一个迷你音乐会 让我们一起去 真的 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六晚上七点 他说会演奏月亮的秘密 还会介绍我妈妈 我听不出来月亮的秘密有多好 不过我可以看得出 刘云哥哥弹康琴很不错 我的班上有很多同学喜欢他呢 你说 我的妈妈好 还是你的妈妈好啊 一样好 这样 这个星期六晚上呢 爸爸下班之后啊 我们比家人一起去 星期六啊 我有很多事 完了我去找你们 家卫今天真的很奇怪啊 一进去就泡了两个钟头还不出来 以前我们来SPA的时候是有说有笑很轻松 可是他今天整个人就是很奇怪 都不理我们两个 他今天心情不好你不要说他 哼还不都是你 没事进去搞什么星星月亮太阳的 他怎么会心情好呢 还亏你是他的好朋友 现实就是现实啊 谁也改变不了亮人的过去 或是江月的存在 那家卫心里面的那个结呢 一天不解开 就像近时炸弹 今天不爆 以后也会炸弹 其实啊 我觉得家卫根本就不应该碰到那个永恒 那个永恒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就不会有那个神秘音乐会 没有那个神秘音乐会的话 家卫就不会伤心了 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 急不来的 嘿 我没事的 我有点闷 所以才找你们来陪我的 喂 我觉得你应该跟亮人出国 不在新加坡就不会想这里的事 就不会不开心 对啊 其实就好像我们每天吃的青春小贩一样 吃久了都会腻带 其实夫妻这件感情 那也是偶尔要换换口味 你不怕换不到 对不对啊 哎 你好像不是在讲家卫的问题 在讲你自己啊 哎 其实我想过的 暑假里一家人去旅行 你没有空 陪我找旅行社 我们现在的房间还有一个多月啊 没关系 有多点时间准备吗 走啊 换衣服 刘云 你把我约出来 不是要跟我相面吗 哼 我一直在琢磨啊 江月 他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一个男人 我在他的生命中 其实就是一点火花 一个过客 如果这个过客 只跟江月去思念一辈子 而且为他写出了乐章的秘密 这么优美的乐章的话 那你这个过客 一定是不简单的 是不是出专辑的事 家卫觉得很不开心 不是他 是我自己 我原本觉得过去的事情 我可以忘记 现在看来我根本做不到 如果自己都无法平静 身边的人一定会受影响 所以刘云 我觉得专辑的事情 我还是不要管得太多 这样对我 还有我的家庭都会比较好 我现在开始明白了 江月为什么会爱上 来 来 洗碗就多吃一点嘛 还可以再叫的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李医生 你人真的很好 又随和又大方 大医生就是大医生 跟一般人不同 什么大医生啊 还不是普通人 有一点不同的 可能是见得生老病死多一些了 我当护士又一段日子了 也明白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可是我有时候知道有病人过世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工作压力大 有时候应该懂得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有道理 我本来也想找几个同事一起去上一家班 可是他们有的不是要去约会 就是得回家做饭 如果要不是知道你也上一家班呢 我一个人肯定不敢去的 你们女人呢 怎么做什么都要人陪的 做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风格 一个人应该多充实自己 自我增值才不会失败嘛 这次有我在 可是不代表下次我还会在啊 只要对自己有益 不管有没有人陪 应该尝试去做 明白吗 哇 李医生 每次聊天你都叫我很多东西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真叫人佩服 我的话你听得进去我就很开心了 吃吃吃 哦 好啊 好了好了 明天开会再讲吧 OK 拜拜 老公你回来了 老公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法国和意大利呢 是最浪漫的地方 最适合两个人一起去 你明天就去请假 我们下个星期就去 啊 这么快不行了 我 气功班 刚报名才上了几次 哎呀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 回来还可以继续的啊 哎呀 我交了那么多的学费 我不想浪费了 你学气功比较重要 还是我们自己两个感情比较重要 就算我不学也走不开嘛 现在是医院最忙的时候啊 医院哪一天不忙的 我就不相信那间医院没有你就会关 我就不相信地球没有你就不会转 不是这么讲 我刚升副院长就请假旅行不太好吧 我不管了 一句话 去不去 等会再讲吧 我先去洗澡 我密尹 괜尔 他 李卧冬 难怪我对你的百般要求 你当我是透明的 原来 原来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你学人家包二奶 你怎么对得起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我你胡说什么 胡说什么 你怎么对得起我 你你什么什么 什么安琪 什么天使 我要跟你离婚 马上就跟你离婚 我你疯了 喂 喂 什么事 家伟 是吗 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 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已经把位子垫好了 今晚 你不是要带孩子们去听野奏会吗 我决定不去了 韦伯会带三个孩子去的 为什么 家伟 这么多年夫妻 你心里怎么想 我可以感受得到 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能力改变 但是有些事情 我觉得是我应该做的 是我自己不想去 你可以去啊 家伟 你是我的妻子 我们结婚时 我曾经立下的事业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快乐的 不快乐的 没有都共同承担 共同分享 我们不应该分彼此的 你记得那么清楚 好了 买完菜 回家等我 先等我见你 好 我等你一起去听 刘云的演奏会 家伟 这个演奏会 对你有特别的意义 我不想因为我一时的情绪 令你有所遗憾 不 家伟 你不需要替我想的 自打永恒出现以后 我知道你不断地在包容 不断地在调食自己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不希望你有一点点不好受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是夫妻吗 不分彼此的 你为我着想 我也会为你着想的 重要的是 你让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是爱我的 什么都不怕了 记得今晚七点 别迟到了 好 拜拜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月亮的秘密这张专辑 已经面试以来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这是因为 在这张专辑里头 收录了一首 用生命谱写的曲子 它的作者名叫江月 她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女孩 她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女孩 是因为这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女孩 在这张专辑上海的女孩 还要有什么爱的女孩 是因为这张专辑上海的女孩 在这张专辑上海的女孩 也要是在这张专辑上海的女孩 也要是一种爱的女孩 对那张专辑上海的女孩 是因为是一个出生的女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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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月亮的秘密后面的故事 是怎么样的 你不是说刘云写的序不够深情 那你的版本又是怎么样的 江月对你的爱是永恒不灭 那你呢 你有什么感觉 我什么今晚的演奏会 你哭了 你告诉我 对不起 不要讲对不起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我说我忘记他 我没有骗你 当初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封存起来 埋在心里不要去碰他 我以为我自己真的可以忘记 那现在呢 现在在你心里 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女人 江月 我不是不告诉你 我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辜负了两个女人 我辜负了两个女人 尤其是永恒来了以后 我在你面前 越来越不安 惭愧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要让你跟我一起来承受这一切 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做夫妻的不分彼此 我们是相爱的 就什么都不怕 是 夫妻相处 要原谅 要忘记 原谅你已经做到了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你做得很好 为我做得很多 所以剩下的忘记 该由我来完成 我不想再提江月 我们都不要再提过去的事 就让他埋在心底 你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我吗 真的可以忘记 我敬礼 江月 毕竟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吗 其实我并不是你形象的能够 那么宽容 那么大度 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做到 体谅和宽恕 家卫 我没有胡思乱想 如果我那时把孩子生下来的话 已经跟永恒一样大了 就是十年前去上海的那次 两人肯定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江月的 失踪的是亮人 亮人失踪 亮人失踪了三天 我找了三天 为什么啊 国东 姐姐 快点把妈妈找回人 打不通啊 要不然你要不要考虑韩国 我们有很好的配套的 我要两张去上海的机票 爱就是这样不经意 落在水淹泥 爱就要有一点距离 让思念发着亲密 爱显出青色的日记 初恋更太美丽 爱无言感动在心里 谁才是谁的唯一 爱就是不要的旋律 也信用着美丽 爱也是生存的活力 有了爱充满清晰 把我所有人情相遇 也好和告别 我有一天利電 谁死的地 爱是谁的niri